所以等於是說 如同我們節目一開始都講的 市場很多公司它現在成立一個非編制的單位 事實上成立一個非編制單位就跟自動化一樣 那自動化的部分會不會是一個非編制單位 因為自動化的部分跟現場僅僅相關 就有些可能比較不相關的 貿易、採購會覺得有些比較不相關 會成立一個公司的部分 或額外他覺得有風險性的 那自動化的部分 剛才我們講的就是說 例如像自動化這種 它幾乎是加分的 所以理論上不會去 就是說比較危險的 所以有的人會說 我去那種額外編制的東西 是不是就比較危險 理論上是 但是還是要看公司的體制規模 因為它本來有它的一個卡 但是也不一定 因為它這樣子編制外的部分 它有可能相對是比較鬆散的 的確你很多在工廠的舉例 像很多人進去 在這種所謂的 例如說它在公司邊之外的 合力成立的 這種所謂的設計公司 他會覺得不錯 環境很好優美 但是哪一天不好意思 你要去總部報到 總部什麼 去開會去 黃潔偏野 沒有差那麼多 事實上如果說今天假如 今天假如 這一個人 他一開始就要去荒山偏野的裡面 去公司 他會不會去 不會 所以你是在某部分去找人才 這個是蠻大 這個事實上也是一個點 而且重點是這種所謂 額外成立的一個單位 它事實上就是一個辦公室 它只是一個辦公室的屬性而已 它沒有工廠的屬性 那事實上 包含這以後事實上 我們要講的以後事實上 隨著那種是什麼 一種所謂的什麼 遠端距離 現在那種最恐怖 這種以後的虛速會更明顯 為什麼 事實上為什麼 因為這種東西來講 就是我就是 說白了就是要你一個設計改靈 我看你的床椅抓 你去抓這樣 這種事實上你可以帶著走 你可以帶著走 而且你很熟悉這種情況 對 所以事實上一般很多人來講 就是說事實上 在未來的一個職場的一個部分 會變得有點混亂 是沒有錯 它會變成什麼樣 你會說 純粹是遠端距離 我們也不太認為 如果全部都是 內部這種情況 也成本很大 比較多 可能是誰啊 就變成誰啊 你可能就立如決定 所以 你可能今天公司希望你這麼多 以後如果週三日有沒有 如果需要工作人 你還是得工作一下 對 所以等於是說 以後的工作環境 就會比較偏向什麼 它有可能是 就有可能是比較偏向 就是說 它可能你既要有具備怎樣 有遠端的能力 又具備要有實際上班的能力 這兩個可能都要具備這樣子 對 那再來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公司的部分 成立一個額外的另外一間 不算公司的部分 那這個來講 事實上對很多人來講 可能就會覺得 當然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也是公司發展的一個利益 其實事實上 應該來講就是說 還是那一句話 事實上就是員工 也是打工仔 事實上應該還是要提 就是說 這種變遷實在是太大 也就是公司的變遷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考量到 人的變遷 很多的組織、單位 遇到不良的主管 那你會撐沒有錯 可是當到一個結論證 撐不下去的時候 真的也不是一個錯 對 但是我們尊重每一種人的抉擇 因為工作來講 真的是很不容易 對 說實在話 真的就是一種很大 就是一種很不容易的情況 對 那事實上也就是說 事實上 這種所謂的一個企業 我們今天講的 企業 它額外成一個 鞭製外的公司 的事業體是 一般所謂的 也是希望可以走向公司 跟它的活路 事實上 有人知道我就是要設計 我要走ODM 不要OEM 我要ODM 我就可以自主設計 因為我做 可是沒有那個sense 我們想再自動話來講 我當然知道是沒有sense sense畫圖構圖 設計模型 這種東西還講是說 一個人會有這種sense 可以感染很多人 可是事實上 並沒有那麼多人 可是事實上我們要講 老闆只要看資盤配置表 損益平衡表 資產配置表 損益平衡表 可以先一定有的東西 這可以知道 是沒有錯 確定沒有錯 絕對也沒有錯 可是問題就是說 除了這個來講 夠嗎還不夠 為什麼 因為你那些會計 財快的部分 怕人家可以捅刀子 怕人家哪一天被查了 自己死的不明不白 搞不清楚狀況 這是一個自保的方式 但是 你的攻擊性無疑是怎樣 你是來自於強大的一個技能性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 最大的一個核心變 事實上也是以前工事上 就是技術體還是業務體 都重要的事實上 都不重要的事實上 都重要的事實上 都重要的事實上 但是我覺得應該說 你今天在什麼場 你就要說什麼 你例如舉例 你今天去對方研發不穩 你今天跟他講業務 你今天不舒服 但你今天如果跟人家 消息運從 跟他講的像智男一樣 人家不理你 對不對 客戶拜訪這好虛偽 因為我喝飲料 你看他講什麼投資 人家交換就出了辦公室 就沒有交集了嗎 市民有時候 可是當下你沒有研好的話 人家就會對你有點反感 你就造成不方便 唯一就會講說 那個誰誰 對啊 所以等於是說還是那一句話 就是說 有時候 有時候事實上就是 這種就是組織的調整 或老闆 這真的取決到資方 到底原因要把公室 調到什麼樣的情況 真的 對 事實上我們常講就是說 像很多公司一些榮原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是很讓人家倒 很煩 很煩 但是很多公司在大灣的報紙不解決 為什麼 放給他爛 放給他爛 對不對 死死 就這樣 甚至可以取決一些問題 戳下來的代表你心臟強 所以你是說 應該很多東西來講 本來就會有 本來就會有一些 紛紛擾擾 彎彎繞繞 很多東西的一個點 真的 就是一個過程 那事實上 在那個什麼 事實上就是說 在很多人 事實上在選取公司 都會覺得說 公司 你看這樣的新創的公司 很好啊 對不對 就是有設計的 或怎麼樣 所以要通常轉型 是不是 甚至轉型的步驟 真的那麼簡單 這就是一個sense 所以就是說 今天主持在這 主持調整 最好最好 老闆 要接班的那個人 他本身就 比公司的很難要強 老實講 這樣的企業 會不會 一定會 只是找更完 但是 真的能做到 一個老闆 一個要接班的老闆 他進去 比原本 任何公司 他的公司 任何人都還要優秀 比接觸命更多 一米寬 外面一次的事情 常常做 如果有這樣的人 做實在 公司 就服氣 可是一般 你要老闆 你去接班 然後你要做 老老闆就不會這樣做 對不對 你這樣 你撥下去 你去拚 我這個 沒有一定會 而且事實上 那整個的一個企業 我知道我們講 就是說 你說像做什麼設計 像專業研發 那種 研發導演設計 專業研發 幾乎都是什麼 都是比較好的一些 產業 你如果說 我今天是做大都真的 我今天是做低價商品 我今天是做文具 很便宜的 你不需要 不需要 因為你根本入不付出 除非有一種可能 你家裡的小孩 或者你家裡的親戚 可能就是搞什麼話 不用錢 無償 Couturbizer 結果他只來 就可以直接壞住 他經驗值夠 然後再去組裝 再去測試 都沒有問題 那大眼公司能賺到 可是事實上兩期 一定會沒有那麼美滿 所以事實上很多來講 就是說 事實上 就像我們節目一開始都講的 就變成是說 在整個的一種 在整個的一種 這種所謂的一個過程中 環境的過程中 有時候這是企業的一個 一個走向 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走向 好 今天前面來到這邊 Bye